我們昨天新確診的本土病例有68311位 那比之前的一天來的降低了一些 境外移入的病例36位 那死亡的個案跟昨天差不多 有213位 接下來是我們的副市長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幾個中重症發生了一個情形 我們今天新增553位的中重症個案 然後其中344位是中症 209位是中症 那因為今天的這個比例的小數點 如果都取兩位會超過1 所以我們今天把三位 的小數點都列出來 輕症是占99.655% 那在213位的確診死亡個案當中 有197位有慢性病史 135人是沒有打滿3劑的疫苗 其中有85位是沒有接種任何一劑 的COVID-19疫苗 年齡的部分是從40多歲到90多歲 那其中112位的年齡是超過80歲